重新国中赴美游学团已经举办多届 今年在出发之前 特别邀请议员张维华 与学生分享留学的经验 并鼓励学生探索世界 张议员跟这些赴美游学的孩子 做一下美国生活的一些大家心得交流 孩子都受益量多 尤其是张议员跟我们的孩子 都全程用全英文对话 让我们的孩子好像已经开始 还没到美国就开始热身 议员他就问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经验 他在美国求学经验 他说酸甜苦辣一定有 也有很高兴的时候 也有很快的时候 也有很难过的时候 也有很伤心的时候 所以他愿意分享 他跟我讲说分享以后 他希望孩子能提问题 分享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议员 真的是很用心在思考问题 同时引导孩子去问 感谢议员 能够这样在百名当中 然后来学校来分享 议员与学生们全程都以英文对谈与交流 议员也与学生分享 刚开始到美国交朋友和与人沟通 所发生的有趣事情 让学生们各个都听得举行会神 会后也都表示获益良多 我跟英文讲一次 他就是问说 在台湾的教育跟美国的教育 有什么不同之处 他回答我说 就是美国会教你如何解决问题 然后台湾可能就会丢给你一堆考试 然后美国就会比较注重就是思考 然后如何去尽找问题和解决问题 就是会比较了解美国的一些习俗 还有他们的一些 就是一些他们的思考 还有生活之类的 议员张维华希望以自己的经验 让学生了解在英文交友上的方式与重要性 议员表示 这次采全程英语对谈 主要是希望在听力方面 对学生来说不是困扰 也让学生更熟悉 我们这次既有机会 用全程的英文的教学方式 来把我自己本身在美国的这段时间 从12岁到美国 一直到35岁才回到台湾的这个过程 讲给小朋友听 让他知道说 假设他将来有机会去美国 他知道怎么样子在那过生活 怎么样子来突破一些困难点 比如说英文 还有就是怎么样交朋友 一个小朋友能够融入 他才能够习惯 才能习惯才能交朋友 才能够让他能够正常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这个对我们小朋友来成长的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 议员更表示 美国教育与台湾最大的不同 是美国注重如何解决问题 而台湾大多要求学生背诵 美国除了课业之外 也非常注重户外及课外活动 台湾则多注重课业 议员期盼学生除了课业之外 也要注重课外及多元发展 增添个人的特色与魅力 民意新闻林嘉惠南投采访报道 加密研究 小钮